大家好,我是格仔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文的頻道 今天4月18日有一宗非常鎮定的新聞 就是泛民總共有15個人被警察拘捕 而作出這次拘捕行動的原因就是 因為控告這15個人 分別是參與了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而涉及的日子分別有8月18日 10月1日 10月20日 9月30日和10月19日 這幾個日子 當中有些人就只有涉及一個日子 有些人就沒有那麼多 好了,詳情的不說那麼多了 看看他們怎樣狡辯 他們自己聲稱 這次是為了正義而犧牲 其中李柱銘 在被捕後保釋就說到 他終於可以當被告人了 他很自豪自己被捕 因為經過這個反修道事件之後 他只是眼見年輕人被捕,但自己也沒有被捕 所以感覺到非常自豪 終於內心的愧疚,能夠釋放這些簡直的一派胡言 你這樣說法就等於鼓勵一些年輕人 繼續去犯法,繼續去參與罪行 怎麼能夠說到自己是 終於能夠被捕呢 而感到自由呢 你身為一個議員民主黨的主席 怎麼能夠 你應該是以身作則 但我想像不到一個 都叫社會非常之有地位的人 能夠說出這樣的說話 如果你是覺得被捕犯法 是感到光榮的話 那麻煩你了 你真的退休了 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為什麼香港 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就是有你們這些人 能夠說得出被捕犯法 竟然是感到無上光榮 那怎樣不令下一代學壞呢 這些人簡直就是人渣之中的人渣 是我自己格仔的意見 還有一個叫李卓仁的人 這個李卓仁在被捕後保釋 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這是一個政治的打壓 拜託你啦李卓仁 有證有句的 你自己走出來 有鏡頭拍到的 沒得騙的 有鏡頭拍到你們 在涉嫌的日子 你是出來曾經參與過這個非法集結 未經批准的集結和組織和參與這些集結 有了證據 什麼政治打壓呢 你放心啊 香港有法庭的 怎麼能夠政治打壓你呢 若然你沒有參與過的 警方就算不夠證據 去charge你 法庭亦都會放你 沒得屈的 香港是法治社會來的 你自己有沒有做過 你們這班人有沒有做過 有了證據沒得走 這個不關政治打壓事件 這個只是關於 什麼時候 能夠有人手 將你們做過的壞事 現在可以控告你了 這樣解釋 是遲些過不代表你們走得掉 你做過 就是做過 什麼時候抓你 就是遲早的事 李徐日保釋的時候 還跟記者說 他希望年青人多點走出來 因為他們被捕 這個是涉及一個打壓 所以呼籲年青人 呼籲香港人 更加要走出來 參與非法集會 這些是什麼人 這些是什麼人 還夠膽在鏡頭叫人犯法 你自己壞了也好 他的理據就是說 那天 這些日子裏面 有很多人參與非法集結 所以 今天警方拉的 只要他們15個人 所以是沒事的 你們可以繼續出來 繼續出來犯法都可以 你在公眾場合 鏡頭下 你都這樣說話 還說給公職你做 還說去做參選 議員 你完全不配 你們這班人 能夠犯了法 警方一次過去抓你們 警方當然要一次過抓你們 因為你們會互相通水 如果一個人被抓了 我先後的 是分先後次序的 另一個人就會告訴另一個人 你小心點 有人拘捕了我 是不是會沖水 那當然是同一時間 Action 去抓你們 那就是政治打壓 那就是大圍報 抓人的部署當然是一次過抓了 是不是 真的 這樣都說得出口 這個更過分 竟然提到 賀俊仁 竟然提到 這個時候是齊心抗疫的時間 警方不應該 在這時間分心 而去抓他們 真是好笑 抗疫的時候 不給抓人 抗疫就不給抓人 這是什麼邏輯來的 你們這班泛民昨天 阻止這個 抗疫基金 第二輪抗疫基金 你們誰投過反對票的 全部都有記錄的 這個可能再開一集來說 我今天先說這單 你們自己是不是在阻止 抗疫的 有多少人叫苦連天 你們二十幾個投反對票 昨天第二輪抗疫基金 投反對票的人 會名流清市 因為你們在香港最危急的時間 所有人 叫苦連天的時間 去投這個反對票 有多少人在等待這件事救命 放心 香港一定會記住你們這班人 真是 我都不懂得說這班人是什麼 還有一個 彭定康 出來說 他聲稱 在警方拘捕了人的時候 就說這個是破壞一國兩制的行為 認為 北京政府 對 香港 實行這個一國兩制的埋葬 真是好笑 因為他的理據就是說 昨天中聯辦、港澳辦 說了一些不合作的議員 因為 利用議事規則 選不到這個 主席 就可以繼續拉布下去 發出 發出一個建議 這樣是干預嗎 之後 就發生了這件事 他抓人 就說是一個政治恐嚇 麻煩你們 兩件事無關係 你自己是不是有犯法 你自己心知屠明 什麼時候拘捕你就是什麼時候拘捕你 你有做過的 就是要被人拘捕 還在混淆視聽 真的太過分 太過分 香港搞到 今天這樣的亂局 就是因為這班人 還有一個 黎智英 他也是被捕 黎智英就預了 黎智英就預了 帶律師去 那我相信 這件事 他們也都可以很快保釋到出來 應該 在稍後的時間 他們陸陸續續保釋到出來 到時再看一下 他們 一些就放了 一些就 李柱銘 李卓人 另外那些 還沒有消息 應該都在稍後時間 就應該保釋了 這次他們參與的罪行 刑罰應該都不會太高 叫做有一個阻嚇的作用 但是 大家可以記住記住 這班人 就是搞到今時今日 香港 一個聯局 影響年輕人最大的 就是這班所謂的 議員 政客 新聞 工作者 就是因為這班人 令到我們今天香港 搞到今時今日 大家一定要好好記住他們 我相信 他們放了出來之後 保釋完之後 一定會舉行一個 聯合的記者會 繼續去 將這件事 誇大化 而且 亦都會聯絡外國的傳媒 說到這件事 被北京政府 去打壓 去作出威脅 等等 所以我們 千萬 不可以 被這些人 得逞 而格仔 亦都因為這樣 在這裏 開台 希望 帶更加多的 正確 正面 實事求是的資訊 給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多一點 因為我真的很生氣 所以今集 我先說到這裏 如果你們有什麼看法的話 都可以 留言給我 分享 以及 讚好 訂閱 等等 這集我真是太陋 我看到他們 都不會怎麼說 好啦 下集再見 拜拜